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国一股方面昨天上海上涨 深圳则下跌 上涨指数上涨0.24% 收盘收在3165点 深圳方便则下跌大约是0.7% 美国股市昨天则继续刷出新高 三大指数分别最少的上涨了0.8% 最多的上涨1.25% 道琼斯和标普500指数纷纷刷出是2017年11月以来的最大单人涨幅 欧洲方面昨天则有轻微的下跌 幅度较小 普遍在0.3至0.5之间 另外比特币昨天价格是最低 下跌到了9200美元 但是在过去的8个小时又立刻从9200 爬升至现在的11200美元 涨幅是超过了20% 那么今天我们要说一下重点话题 就是现在这个 我们知道在昨天晚上加拿大是再一次加息 那么加元的加息是否会导致澳元也同样上涨呢 我们知道加拿大呢 是作为西方发达国家中 这个 在过去一年中加息速度最快的国家 虽说它和美国一样是加息了三次 但是美国的三次是在一年之内完成 而加拿大的三次加息则是在过去七个月中完成 当然了 加拿大加元的加息很大程度上也是为了遏制加元加拿大 特别是温哥华和这个多伦多高涨的房价 为了打压这些过于高的房价呢 加拿大的央行是在过去的这个五个月之内连加两次 在今天早上呢 这个也就是昨天晚上凌晨的时候呢 也是再加一次利息 如果我们看一下美元和加元的走势 不妨可以看到 其实在这个加拿大加息三次之前 一美元呢 当时可以兑换1.36加元 结果到了这个上个月最低时候的话呢 不算今天早上的加息 一美元呢 只能兑换1.21加元 整整少了13% 但是呢 大家可能要问 那为何既然是加息 加元上涨 那为什么今天早上的加息 加元在短时间内反而下跌呢 这其中其实呢 就存在一个问题 是什么问题呢 就是呢 货币政策与之产生效果之间存在着一个时间差 我们知道呢 就算是今天他说加息或者说减息 不是0.25的问题 就算他加两个点的利息 很大程度上来说 对于市场的最终影响 也需要在三至六个月之后才能体现 那么今天早上为什么加元加了息还会下跌 其主要原因就是呢 因为随后发布的那篇货币声明 在随后发布的货币声明中呢 加拿大央行说到 现在加元这个通货膨胀并不是那么高 而且呢 以前连续加息也已经使得这个加元目前呢 保持在一个平衡位置 这种观点使得市场理解为 加拿大央行在下一次加息中很有可能将会拖延很久 所以我们知道 很大程度上来说 不论是股票也好 汇市也好 它其价格很大程度上反映的是未来市场的一个预期 而不是现在的情况 这幅图其实很能表示出 这个加拿大 这是加元和美元过去五年的走势 上涨代表美元强 下跌代表美元弱 加元强 我们看到呢 这个在2016年年初 当时啊 石油价格在27块钱的时候 最低的时候呢 加元也惨遭屠杀和美元的汇率 曾经一度是逼近了1.5 1.47 但是随后随着这个油价逐步的回升 我们看到了这个加元也开始逐渐升值 特别是从这儿到这段时间 半年时间之内 加元加了三次利息 同时油价也是大幅上扬 因此呢 从现在在这个周线图的走势中 这个美元和加元已经出现了一个标准的下跌信号 所以说从中长期来看 美元和加元目前很明显就处在一个下跌区间 那么一旦这个价格再次打破2017年8月份的底部的话 毫无疑问的是加元将会继续的上涨 那么可能大家要问这个加元是否和澳元还有关系呢 其实加元和澳元的都被称为商品货币 那么其加元背后的支撑物呢 是石油 石油价格 因为加拿大产油 这个澳元背后支撑的是铁矿石 所以两者呢 都被称为商品货币 我们可以看到呢 石油价格上涨 推动了加元的上涨 毫无疑问的是 最近澳元的上涨也正是因为铁矿石的恢复 那么加元在过去的半年中已经加息了三次 这也使得投资者呢 认为同属于商品货币中的澳元 在未来也将步入加元的后城 但是从目前的情况来看 澳元的加息之路可能还没有这么快 很有可能是需要在今年年底 甚至于要明年年初才会有第一次加息 但是毫无疑问的是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 澳洲的矿业正在复苏 那么铁矿石价格的稳定 很大程度上来说 将会帮助澳元在2018年和加元一样 对美元的汇率呈现出一个稳定向上的姿态 这个呢 就是我们今年对于商品货币中加元和澳元的一个基本判断 另外今天晚上在上午11点30分的时候呢 澳大利亚已经发布了它的失业率数据 到了晚上还有一个数据要发布 就是12点30分 就是美国的这个新屋建造数据 那另外呢 今天晚上6点钟 大家也要注意一下 是澳洲时间6点 中国时间下午3点钟 中国会发布季度的GDP数据 由于中国GDP数据对于世界上几乎所有的产品都会有影响 因此大家一定要在那个时刻小心自己的餐位 做石油的朋友们呢 在明天凌晨3点钟 会注意到有石油存量数据报告 感谢您收看今天GoMarkets每日财经点兵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 再见